9月27号,秦城一辆小巴,承载十多位社团代表抵达游行目的地 原来是准备参加府边线一年一度的大游行 一行人大包小包带着国旗,朝着租借马车的方向步行前进 大家一致心地穿上红色国庆T恤,神清气爽地走在风和日丽的街道上 这就是今年庆祝双十国庆而报名参加主流游行的华人队伍 希望让更多主流民众看见中华民国,看见台湾 今年由国庆筹别会黄春兰主委、黄初平副主委带队 由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陈家燕处长 处长夫人黄慧瑜、李布金副参事 何仁杰组长休斯顿巧教中心陈一芳主任 杨荣金副主任及美南台湾旅馆工会何一中会长 叶德云严杰前总会长全力支持并参加油行 一行人来到驻驾马车现场后 随即通力合作悬挂国旗及横幅等待出发 今天很高兴第二度来参加我们国庆福片郡的游行 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 大家都兴高采烈 大家拿着国旗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游行了 接下来10月5号会有升旗典礼 希望大家都像今天这么兴奋这么高兴一样 一起来参加福老西友 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108年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庆日 经由金文处参加院处长的指导 今年是美国跟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所以我们今年的108年国庆活动 有很多跟美国社会人士交流 一起参加活动 这一项福变县一年一度的大型牛仔博览会活动 今年堂堂进入第83届 整个活动安排了牛仔竞技 综艺表演秀 儿童节目及烤肉区 大游行是所有节目中的一项 可视为大会的一个开幕式 而游行队伍由学校 社团 工商企业及特殊团体组成 大家以不同形式的交通工具游行 可以卡车 马车或徒步加上表演方式呈现 沿途则有热情的民众夹到欢迎 而这些观众还必须一大早就要来到现场卡位 全家大小虽然顶着大太阳苦苦等待 但炎热的气候还是抵不上民众热情的心 代表中华民国的马车上 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向路旁民众打招呼 经过之处也受到夹道民众热烈欢呼 一身牛仔装扮的横仁杰组长则跳下马车 努力记录全城宝贵的画面 而当天参与游行的牛仔队也在离队后奔跑在草原上 车上高分队的音乐随着牛仔沿接放送 此情此情仿佛进入电影中的情节 将福便县民众庆祝博览会的热情表露无疑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美国德州福便郡博览会的游行 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把桥界庆祝中华民国108年 国庆欢乐愉快的气氛 五天同庆的气氛带到美国的群众之中 借着游行跟美国的群众分享 这次游行是福便第83年度的游行 也是我们国庆筹备会和旅馆公会联合参加的第三次游行 我们真的非常荣幸 然后一路上看到有超过两万的民众来跟我们挥手 我们也挥舞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 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那也借此来庆祝中华民国108年的国庆 当天一直保持晴朗的天气 在游行结束后 采访和一中会长后的几分钟 老天随即下起大雨 像是隐忍许久后的大悬泻 让这一次游行在风光后的雨中庆典下 凉爽落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